五一劳动节有上万名的劳工走上街头怒吼 那么针对年金改革 劳团反对多角少礼言后退 劳动部长林美珠挂宝证表示不会发声 不过他也坦言 其实行政院版只是让劳保年金 延后两年破产而已 根据调查有超过九成的劳工都担心 退休金不够用 有八成五选择退而不休 年金要基本保障 外面劳工五一劳动节上街怒吼 劳榜年金改革劳动部长林美珠挂宝证 不会有外界所说的多角少礼言后退 这样的一些情况 但以实力来验证做家庭代工 五十九岁的李女士明年要退休 现在越缴两千五百多 越退一万三千多得担心不够用 我们的薪水都比较低啊 但会怕 而且也没有要养小孩 要买房子也没有多少 太多的积区 中途又有什么变革 又有什么改变 到时候领不了那么多 根据统计 全国约三十五万退休老公 每个月年金低于一点五万 其中三十七%月领不到一万 低于卫福部统计最低生活费 近五成上班族担心政府规划 退休制度不够养老 四成怕破产 八成五退而不休 六十三岁的蔡先生 三年前选择一次退 领一百多万 不敢真的休息 怕领不到啦 就勉强啦 就是这样开个建策 这样贴补一下 下次也毕业了嘛 旧吧退休后 生活经济没保障 退休者重返职场 咬牙苦衷 成了过劳老人 也是政府棘手的当务之急 记者张鹏 郭乃轩西美时报导 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 有公司好大方 要送给公司里所有的 妈妈员工一份大礼 就是一天的有薪假 让所有公司里的妈咪 都非常感动 那么根据人力银行的 调查显示 其实有高达八成一的职场 妈妈都要分担佳绩 为了工作 有五成以上的妈妈 是全年无休 非常辛苦 也因为这样有高达 三成的女性选择 不选小孩 线上超美花束 以及可口蛋糕 不为什么 就是为了谢谢 职场妈妈的伟大 而最令人感动的 就是职场妈妈 星期五和给星放假一天 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板 愿意这样给我们一天的 有薪假 可能就会安排一个 小小的聚会 就是跟她 腻在一起一整天 妈咪们笑得很不拢嘴 身为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也是最大的欣慰 办一个活动 让高兴当的女生 女性们 有更高的一个 母亲节的欢乐气息 但其实这样子的好康 真的很少见 因为职场妈妈工作 最大期望就是可以 准时下班 加薪以及工作稳定 这些看似都相当基本 但仍然高达九成的妈妈 身心压力大 其实在主管上面 他们可能就会让你 请假的方式 它就稍微有一点 就是对我们 就妈妈之类的 可能就会有点 就是不是很OK 对不对 不过企业也有话要说 百分之七十七点四的企业 愿意优先录取职场妈妈 而将近四成 也愿意提供比较高的薪水 听起来相当诱人 但实际上 会有点贴标签 就是说可能有小孩的 这个女性员工配合度 可能是比较不好 可能就优先不会 请她去出差 那申请机会 她自然就难以获得了 只盼望企业有所改善 别让妈咪们越做越累 记者潘里扬 杨哥管宁台北报道 台湾人同的